开始集体涨价了 给你们看看啊 涨价幅度有多夸张 我前天咱是充的一块一毛五一度 开在现在多少钱 两块一啊 出手可真狠 上来就翻倍 中石油过来都得喊一句大哥 不过啊这还不是最贵的 前段时间有江西老表晒出的充电账单 每度两块九毛八 拿我的车举例子啊 一百度的电池从零到充满 充一次电就得小三百块钱 夏天能跑五六百公里 平均每公里得五毛钱了 像北方城市冬天续航也就三百左右啊 合计每公里一块钱 不过啊这也不能怪新能源 人家只说了省油 也没说省钱 这样想想是不是就合理多了 不过我觉得啊还是有点急了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 才区区1700多万辆 而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 有4.2亿辆 连个零头都不到 等电车完全替代 油车的时候你再涨价 那收割起来有多痛快呀 还是那句话 现阶段没有加充条件的 不推荐买电车 包括增程插混都不推荐 毕竟加充晚上三毛多的电费 和充电站两块多的电费 区别还是蛮大的